如果你要方便的話,旁邊加個按鈕,按下它 它馬上就可以讓你去把資料重新更新 所以以後的話,假設說你的資料來源可能在網路、在雲端的某個地方 那它可能每一次都需要更新的話,那就按一下去更新一下 甚至如果你將來想要說,老師我希望它可以一段時間更新的話 那你可能再去呼叫那個什麼application裡面有個on time的方法 它也可以時間到,或者是多久去更新一次 也都可以再額外寫程式 不過目前我們在這個暫時跟各位講,有這個功能 就是它有點像鬧鐘,或者是一段時間你可以去更新它 這一個方式 那我們這個按鈕的話應該會加吧 這個按鈕的話,記得從這邊插入這個按鈕 然後你可以在旁邊拖拉一個大小的一個按鈕 然後放開之後指向它 然後把這個名稱複製一下 然後把按鈕2改成剛剛那個名稱 這樣就OK了 那將來你就按它一下,它就更新了 OK 那今天的話,第一個啦 我希望說可以幫我做一個效果 就是可以把資料下載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說我希望統計一下 因為畢竟我想要知道說 到底那個 104年到100 今年好像到,去年嘛 去年111年,剛好8年喔 8年的時間 到底這個歷年的竊道案件是增加還是減少 那有點像那個成績單嘛 你如果越來越少 當然表示說治安會變好了 OK 至於原因何在 這個就不是我們 這個人家又另外在討論了 那我們現在只想知道一件事 就是104年到底數量多少 那你當然不要傻傻的自己慢慢算吧 我看一下從哪邊 從這一列 從第幾列 從第三列 然後一直算算算 就可以算到幾個 然後105年再算 106... 那這樣實際上太慢了 所以怎麼辦呢 我們需要再多增加一個藍位 這個藍的話呢 實際上我們就是可以直接在 因為畢竟日期它不是年 所以如果我想要取得是 它前面三個字的話 那我當然可以直接在第一藍 插入一藍 然後這個也許叫年好了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希望能夠統計出那個 到底 每年的那個 數量是多少的話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啦 其實就是利用什麼 利用插入樞紐分析表就好了 所以啊 其實Essal裡面 一個很好用的功能 就是樞紐分析表 但如果你不會用樞紐分析表 說真的 你不要說你會用Essal 但是我發現很多人不會用 那我 真的 我一直以為說 這個應該大家都會用的功能 因為實在太好用了 可是很多人真的不會用 那實際上那個樞紐分析表 他的概念其實就是很簡單嘛 把你要的欄給他 就是這個欄 丟進去給他 他就幫你把它群組起來 群組起來就留下不重複的資料啦 那比如說不重複資料就是年嘛 所以把年那怎麼抓比較簡單 很簡單一個方法就是插入一個什麼 把它當文字看好了 因為它現在是數字啦 因為靠右對齊 那我們直接呢 把它當這個文字來看 比如說文字的話就是用Labs 先去抓那個前三個字算了 OK Labs 然後呢 把這個資料給他 所以你會發現 Essal其實還蠻自動的 這個資料本來是數字對不對 因為它靠右對齊 應該看得出來吧 靠右對齊 那經過Labs之後 因為Labs是文字函數 所以你會發現 取得之後 它自動幫你轉型了 轉成什麼 轉成文字哦 OK 所以我們如果假設 我今天呢 再輸入3的話 它得到的是103 那103的話 實際上 那103不是一個數字 而是一個文字哦 當然這邊可以看得出來吧 那你按確認之後的話呢 另外還有一個方式可以知道 它是文字還是數字啦 就是說它的對齊方式 那你可以看到哦 這個103它是靠左對齊 所以哦 特別注意哦 可能還要特別小心哦 如果你以後看到一個資料 它是靠左對齊的話 那你就要有一個敏繪度 這個是文字 所以如果假設 你將來要做一些動作 可能需要做計算的話 特別注意哦 如果你要做計算的話 那你一定要把它轉成數字 否則它會出錯 那因為我們這個年沒有要計算 所以你不轉也沒關係 可是你說老師 103我習慣把它轉換 那怎麼轉很簡單嘛 你就直接在這個函數外面哦 把它加一個Value就好了 有沒有Value嘛 Value不就是把它轉成什麼 轉成那個就是把文字 轉成數字的一個函數嘛對不對哦 所以你把它點兩下 然後外面再包一個瓜糊 打勾之後的話 它就會變成數字了 那你馬上看得出來 它的數字為什麼 因為它馬上從靠左對齊 馬上就變靠右對齊了 有沒有 所以其實特別注意 這個都是一些小細節 只要你看得懂它的資料形態 以後呢 自然而然就不會發生錯誤了 像之前有同學是要做計算 結果它明明就是一個文字 文字怎麼計算 不能計算 所以發生錯誤了 所以我說你就把它轉移一下就好了嘛 OK 但是因為我們目前 這個地方其實不需要做計算 所以我就不要轉型好了 把它恢復 OK 那向下填滿 好 所以待會的話請各位第一件事 先產生年 那如果我想要產生一個什麼 數碼分析表 所以接下來的話呢 我就利用什麼 插入樞紐分析表 那因為我有黏這個欄位 所以呢 我就把黏 這個地方有沒有 它問你說 是不是要選舉這個範圍 應該範圍檢查一下吧 應該沒問題 A1到F的3681應該沒錯 按確定 好 然後呢 只要把黏先拖到列 當成是它要分析的那一欄 那一欄就是黏 所以你會發現 它得到的結果 就會是 有沒有 就是只有那個不重複資料的部分 有沒有 104一堆嘛 105一堆 那接下來的話呢 你再把黏再拖到值 它就會幫你算出它的數量 有沒有 那特別注意哦 如果你假設這個欄位 是文字的話 它會是計數 有沒有 計數就count 有沒有 就像這個count if count 那如果假設你的這個欄位 是一個數字的話 它會是加總 OK 所以剛剛我沒有特別 把它轉換成數字 主要還有一個原因 因為如果假設我把它轉成數字 這邊它就會變成用什麼 用那個總計 用變加總的 那變成你加總 你要讓它轉回來 其實有點麻煩 所以乾脆呢 我就不轉 那直接讓它算它的個數 那最後的話呢 我要統計的其實 應該不需要包含102跟103啦 其實112好像 因為新市長已經上任了 所以這個應該也不需要 就是統計這 這8年就可以了 所以最後我如果想要留下 這8年的話 那很簡單一個方法 就是把列標籤 右邊這個箭頭點一下 然後把它怎樣 留下 這個有沒有 就是102、103打勾 取消 這三個取消掉 這樣就是我們要的 最後啦 其實你就畫個圖就好 因為其實已經可以看得出來 但是畢竟我們眼睛看那個數字 有沒有 看得出來吧 687嘛 到111年已經降到210了 哇!降好多喔! OK! 可是問題喔 你要看數字 你還要再稍微再過濾 再再思考一下 可是如果最後你把它畫個圖 那畫圖的話 其實你會發現這邊不是有個什麼 樞紐分析圖嗎? 其實啦 跟各位講 樞紐分析圖就跟插入圖表是一樣的道理 只是說 它換個名稱 其實你從這邊點跟從這邊插入圖 其實是一樣的道理 一般我習慣還是從這邊好了 所以我們叫樞紐分析圖 所以你樞紐分析圖 之後呢 請你再按一下 這個樞紐分析表工具的分析這邊 按一下它 然後呢 如果我希望得到一個結果 當然你說有直條圖 其實這邊我是比較建議你用折線圖 折線圖它的特性就是說 如果你的横軸是時間 縱軸是數量的話 其實就最適合 剛好有沒有 我們横軸就是時間 104到111年 縱軸就是它的數量 就是切斷按鍵 那剛剛好 那我的習慣會選擇這個 還有資料標記 就最後打個點 不然的話有時候 這個看比較沒有那麼辦法 可以顯示資料的位置 OK 按確定之後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有一個這個資料出現了 那一般習慣會把它放大一下 也許這麼大 10個欄 然後可能15列就好了 也許不要那麼大 可以就是大概到16這邊好了 那位置就放在第二的位置 那最後的話這邊改個名稱 也許叫什麼 歷年竊道折線圖 歷年竊道折線圖 OK 然後呢這個字也許我習慣是把它放大 把它換個顏色 然後把它放到20號字 並且加出體 然後最後這個圖例好像有點多餘 這個叫圖例嘛 所以加號這邊把它打勾取消 OK 好 那你說 老師那還有一個 最後我希望 把那個底下這邊的名稱 也叫做歷年竊道折線圖 OK 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呢 我們剛剛主要 把重點再回顧一下 一 我們先這邊插入一個年 然後呢給它用LAT 直接抓前三個字 再來就插入樞紐分析表 有沒有 然後呢 很簡單啦 把年拖到年 把年拖到 先拖到列 再拖到池 然後並且把這三年取消打勾 並且繪製一個折線圖 在這邊 那這個地方 目前是人工作業 那你說 老師那以後 我可不可以 把那個樞紐分析表 變成是 直接一個按鈕 我按下它之後 就像剛剛一樣 這邊不是這個按鈕對不對 我希望這邊多一個 叫歷年切到折線圖 我可以按下它之後 它就自動幫我把這件事 跟這件事 自動就完成了 我什麼事都不用做 那這個該怎麼做 不過我跟各位講 這個有點難度喔 我們可能要分兩三個步驟 把它完成 請各位試一下 把畫面 現在還給各位一下 試著把 歷年切到折線圖 這個部分 先把它做出來 那第二位的話 我們來思考一下 如果把剛剛的那個樞紐分析表 把它 這個 變成那個VBA的程式